原来是你报的案 你竟然没死 没看到你这穷凶极恶之人被正法 我又怎么能死 大人 求您给奴婢做主 就是这贼人将奴婢和小姐一起掳去雷霆寨的 他不仅侮辱了我二人的清白 还对我俩非打击骂 若不是想看着他被绳之以法 奴婢早一头碰死了 不过一件人 能伺候爷们是你的福气 还搞得跟个真结恋女似的 大人 这贼人自己都认了 奴婢绝没有说谎 还请大人为奴婢做主 这位姑娘 你可还知道塔旁的罪行 上个月 他才抢了三个商队 一共杀了十七号人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就埋在城外三十里处的松树林 哼 来人 立刻去查 最终裴莉被判三日后 菜市场斩首市场 寨子里的其他人也按照情节严重 被判斩首 流放命谷塔等等刑罚 而绿流也见到了许久不见的小姐 小姐 您没事就好 今后您有什么打算 唉 还能有什么打算 这回真的要去安堂了 笨管可以绑你们同志郭福寺 虽舍明解磨了 但有甲族倚靠 刀地必须难堂又后 多谢王大人好意 只是我那父亲比起裴莉也是个豺狼虎宝 若不是他 我一个规格女子又怎么会落到贼人手中 这忧死何意 当初我那好父亲觉得我这座女儿的有损他的名声 就要将我送去安堂 我被贼人掳走之后 他也没有报官 王广贤仔细想了想 确实不曾记得郭福寺前来报官 这事上 你父亲自然也有不对的提防 但你也要自欣向下 可思你险前缺死作的过分 伤了你父亲的心 郭令已板着一张脸 一副不知悔改的模样 大人 若是您的孩子犯了错 您会怎么做 我祖母先前已经告诉我了 我父亲当时已经动了念头 想要一碗汤要灌下去让我病逝 王广贤听得瞠目结舌 一时间竟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正所谓清关难断家务事 这个案子在他这已经了结 郭家的事他也懒得再顾问 既然如此 那笨管边踩人交你送去懒堂吧 郭令又看了一眼绿柳 问道 你呢 小姐绿柳已经死了 那日我从悬崖上跌下去就已经死了 您对我的恩情 我已经还得差不多了 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结 还请小姐放我离去 唉 罢了 咱们俩人都是可怜的 要走就走吧 只是咱们好歹主仆一场 有些事我还得再叮嘱你两句 先前而经历的一切你就都忘了吧 就当是被狗咬了 往后的日子定然不会比那时候还差 你可莫要行蠢事 他这一番话倒是让绿柳好声差语 在他眼里 这世上最蠢的人就是他家小姐 若不是他自己作死 他们两人又怎会落到这不田地 多谢小姐提点 吴传家的 你当真捡到金子了 我们这都挖了三片了 怎么杀有没有 咳咳咳 村长大哥 家的根本就没有金子 翠华嫂子 您这话可不能瞎说啊 怎么还是有失误的 咱们全村的人可都来了 这事上可不能开玩笑啊 吴传家的 你这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呀 这山上到底有没有金子 村长啊 您在这山上也跑了少说也有五十年了 这山里头有没有金子 您心里头不清楚吗 所以这山上是没有金子了 那你为甚要骗大华呢 您现在派两个年轻人回去看看 看村子里的土匪走了没 咱们也好回家 土匪 你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我听人说的 说那伙人穷凶极恶 不赶紧跑路八成都成了他们的刀下亡魂 那你直说不就是了 哪用得着费这么大劲 呵呵 村长大哥 我若是告诉你们 咱们村子有土匪来 你们会逃命吗 呃 杨富贵想想也是 便喊了自己儿子和大成一同回村去打探 村长 那些土匪已经被抓 是岳将军路过顺手给抓了 还把那些贼人拿的我们的粮食也还了回来 这可太好了 岳将军可真是个大好人呀 这些土匪真的会杀人吗 别折腾来折腾去的 让我果园理中的那些黄性烂在地里 人总是这样爱起荒 只要一个人提出质疑 其他人也都跟着问道 是啊 也不知道翠花嫂子是在哪里听说的 可别把咱们给框了 杨转这会十分庆幸自己打探详细时 碰见兵爷多嘴问了一句 他就知道这些乡亲们不会善罢甘休 乡亲们 我方才问了兵爷一句 他们说这次的一活土匪身上各个都背着人命 十分凶残 真的假的 你可别是因为翠花嫂子方才替你家说了话才瞎说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 我杨转今日就在这对天发誓 我说的句句属实 大家伙沉默了片刻 杨转又接着说道 其实这事再简单不过了 你们仔细想想 若不是穷凶极恶之徒 会让岳将军亲自过来抓人吗 见着大家伙都被杨转说的动摇了 杨富贵忙走出来收拾残局 行了 有说话的功夫还不回去好好歇息歇息 等着明日去地里干活 就这样一晃又是挤了过去 这天晚上 三更是非 苏九月睡梦中明明听到了黑黑的叫声 他从梦中惊醒 发现吴锡元正往外走 是谁 这是刘翠花和吴传也才能 看到儿子和一人扭打在一起 刘翠花直接大声喊道 来人呀 扎嘴了 有偷了 隔壁大静跟他们家是墙挨着墙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静灵 大静一听到动静 咕噜一下就从炕上爬了起来 媳妇 你快去喊爹娘 我先过去瞧瞧 爹 我晓得了 这几日听着村子里有风言风语的说翠花 婶子真的捡到了金子 就觉得不大对劲 没想到真的招贼了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行了 先别说这些了 我先过去瞧瞧